Teeber 瓦特吉 What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不知道你有沒有經過一種感覺就是 現在這個場景我好像覺得很艷熟 好像有夢過的感覺 那種神秘又會讓人會精神錯亂的感覺 每次發生的時候我都會覺得 這是現實還是夢呢 就像我上禮拜在拍影片的時候 欸這網友是怎麼樣啊 這留言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沒有說我沒 我突然間覺得這個場景好熟悉 剛剛說話的時候好像在夢中有說過一樣 唯一不同的地方 好像是旁邊的人不太一樣 不過大家的反應都差不多 大家好像都會有這種感覺 這是因為大腦把這件事 誤認為是已經做過或經歷過的事情 才會產生的錯覺 但也有人說 這是可以看見未來的餘子感 甚至是可以培養的喔 就像John有經歷過 有一次他在公司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場景很熟悉 好像有夢過 夢中好像門會打開 然後會有一個大頭的人跳出來嚇他 結果門就真正打開了 真的有個戴著頭套的人突然跳出來 但真正嚇到他的不是這件事 反而是怎麼會有這種遇知夢呢 所以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稍微研究一下 在國外這種說法叫做 說中文啊 在台灣呢 中文就叫做 大多會發生在十到二十歲的年輕人身上 年紀越大發生的機率就會越少 關於這種現象 人們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全息理論 例如你在跟女友吃飯 看到這高腳杯覺得很熟悉 但卻又想不起來原因 但這時候大腦很賤 他其實知道這是你前前任的女友使用過的杯子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只需要看到一小部分的事物 就可以聯想到一個場景 這就是所謂的全息理論 而第二種說法就是雙歷程理論 根據這個說法 大腦通常會同步記錄訊息 但記事感出現的時候 這時候兩個遠不同步的訊息 卻一前一後的進入了大腦 先進入大腦的會被辨認成記憶 意思就是說你的大腦有點當記憶 以為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跟記憶中的事情是一樣的 其實只是一秒前的動作 跑到了大腦記憶區了 這時大家的反應都會是 嗯?這場景不是已經發生過了嗎? 但你真的記得起來 這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嗎? 不行吧 所以應該是大腦在作祟囉 最後一個說法是分散性注意力理論 記事感之所以會產生 是因為大腦下一次接受了外在的環境 但也同時分心在某個物件上 在這種情況下 當記憶力回歸的時候 我們對於當時無意識接受到了外在環境 便產生了似乘相似的感覺 雖然目前對於記事感形成的原因 並沒有一定的解釋 但透過這上面三種說法 可以讓我們更加理解這神秘的感覺 只是對於預知未來的案例 這三種理論還是沒辦法解釋呢 你也有預知未來這種特別的經驗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Tip的亮影片 請訂閱分享加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Tip的亮影片 請訂閱分享加按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剛剛不是有看過這段了嗎? 剛剛不是有看過這段了嗎? Déjà vu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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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